7月29號 華府智庫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舉辦研討會 針對中共活摘器官 即如何制止這種冷血的種族滅絕行為 與會專家學者分別提供相關調查的最新信息 並討論在全球展開終止活摘器官的努力 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主席 安德魯·布雷姆伯格大使首先發言 他表示 中共對全世界的威脅迫在眉睫 特別是對中國人的威脅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負責人汪志遠博士在研討會中表示 應更廣泛的讓國際社會瞭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是很瞭解的 那麼需要更多的更廣泛的民眾 都知道這個件事 汪志遠博士向與會的來賓 介紹了中國器官移植的成長史 中國大陸91年到98年的8年中 肝移植手術總共才有78例 而99年到2006年 短短8年 根據官方的數字 肝移植已達到15207例 因為這個特別明顯著 99年一個分水嶺 一轉眼 中國大陸的吸管移植 從全世界最落後的國家 以一下變為全世界最前的一、二名的數量上 就官方公布的數字 那都是大的嚇人 幾百倍 甚至有幾千倍的 那就肯定是不正常了 追查國際從2006年3月9號 也就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惡 在國際上曝光的第二天起 就開始了系統的調查 截至2020年7月 發表了730個電話調查錄音證據 2000多份資料證據 其中包括對中共高層 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直接取證 汪志遠博士指出 中國四分之一以上的器官移植 是屬於急診移植 官方報導的是26.6% 四分之一以上的器官隨時來都可以保證 正常情況 器官的來源是隨機的 無論是公民鑽線 還是車禍事故 還是什麼意外的死亡 還願意提供 這都是隨機的 不可能計劃性的 不可能器官擺在來 你來了就可以用 這就發生在99年以後 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奇怪現象 華府智庫專家呼籲採取行動 制止中共的罪行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言人扎爾平認為 國際社會已在關注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邪惡行為 我自己就參加了歐盟議會和美國國會的這種評論會 他們都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活摘器官的事情其實持續已經很久了 而且一個大量的事實就證明這些事情存在 多份國際調查報告證實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存在 在中國 從無辜的良心犯身上 共產黨活摘器官是中國共產黨最黑暗的邪惡行為之一 是持續的冷血的種族滅絕行為 全世界需要團結起來 採取行動 制止這種暴行